熊猫该怎么去画呢 很多东西还是这样 耳朵涂黑眼睛涂黑 这个熊猫就画好 这什么样 嗯太简单了 今天教大家一个超级高级的画法 首先一个大圈是头部 画出中线 两个门洞型的耳朵 八字形圈圈的眼睛 三角形的鼻子 加两条弧线 该无数嘴巴 整体的造型搞定之后 我们画两个圈圈 画出眼睛的位置 接下来调整一下五官的细节 眼角可以画尖一些 流出眼睛里的高光 鼻子一圈的颜色 用弧线稍微加重 找出鼻孔的位置 嘴巴也可以稍微加深一点 接下来我们找一个深一点铅笔 把五官的颜色整体的加深 加深之后 我们再去调整一下颜色的变化 眼角的颜色要深一些 鼻孔的颜色要重一点 鼻子周围一圈 鼻子中间的这个位置 颜色都稍微加深 嘴巴的边边也稍微的加重 五官搞定之后 我们就把周围深色的毛发 整体的平铺 平铺的时候注意好 眼睛这里 眼睛和深色毛发相交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留出来一条白边 这样眼睛看着就会更明显一些 底下的胳膊身子稍微的大一大 嘴巴是凸起来的 所以我们找一个浅色的铅笔 把嘴巴周围一圈的颜色稍微加深 五官周围 鼻子和嘴巴中间 嘴巴下边 鼻子上边 这些地方都可以用我们这个浅色铅笔 给它稍微的铺一点颜色 接下来我们找一张纸巾 把刚刚加深的地方揉匀 先擦五官的重色 再整体的平铺均匀 再擦周围深色的毛发 擦毛发的时候 边缘可以处理的稍微虚一点 这样毛发的感觉就会更自然 整体擦好之后 我们将纸巾换到一个比较干净的面 再去擦周围浅色的毛发 也是一样的道理 擦的时候向周围去过度均匀 这样它的感觉就会更加自然 找一块橡皮 将眼睛里的高光提亮 接下来我们擦出脸上浅色的毛发 像眼睛周围耳朵和脸相交的这个位置 它的毛发擦出来就会比较明显一些 嘴巴周围一圈 带出来一些浅色的毛发 注意擦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点弧度 这样擦出来就会比较自然一些 脸的周围一圈 最后呢我们用铅笔 将眼睛周围耳朵边边这里 扫出来一些颜色比较深的毛发的感觉 这样我们这个熊猫就搞定啦 大家学会了